这个是13岁,这个是17岁 17岁的孩子长得像 越大越像 34岁的孩子 那个是3岁 3岁 3岁的时候这是正常的 对,他以前是 17岁的时候反而变成这么大 这张是正常的 5岁,然后这张左边是17岁的身份证照片 这是什么病症啊 他就越大越,越大越改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他的这个脑子呢 他只有5,6岁的孩子之伤 怎么后来被你们收养了呢,这孩子 他爸爸带了那个癌症 癌症就去世了 他家里房子也没有 又没有其他的亲人 他妈妈呢 他妈妈 他妈妈 跟他爸爸离婚 他妈妈就嫁跟别人了 就不关他了 找过他吗 多次找过他 我们打电话 打了很多次 他的家人、亲戚、朋友 找他,他妈都不见面 他有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自己家庭 他一个日子都已经40岁了 我今天倒是觉得 他的母亲不会来 因为他害怕这个 重病的小女孩 小女孩会影响自己的新生活 以及自己新的家庭 造成一个阻碍 更何况我们今天 都把他的母亲放在这个 道德的这个火上面去烤 他更不会来到这个舞台上了 我倒觉得他的妈妈 可能会来到现场 舆论已经把他推到了一个顶峰 那这个时候他需要面对的 不光说是要向他的小家去交代一下 他可能还需要向我们大家都交代一下 我想即使他今天不来 我认为他在任何可能的条件下 都会关心着珊珊的命运 如果他真心地想关心这个小女孩的话 他这两年的时间 他可以偷偷地去打听啊 因为他心里面根本没有这小女孩 所以你现在给他找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要给他找借口 他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母亲 就是一个不负责的母亲 其实我们要把人都想得好一些 既然他能做好现在这个家庭 有爱的母亲 也能够做好 珊珊的有爱的母亲 我觉得特别愤恨 我就是特别想问问这个女孩的妈妈 你摸摸自己的这儿 你有心吗 你有没有良心 你问问他 现在呢 谴责太多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都希望珊珊的妈妈能来到现场 让我们共同鼓励妈妈能来到现场 这个医生听我们说 你这个孩子 药物治疗是一方便 但是心灵治疗也很重要 所以说让他妈妈经常来看看他 跟他一点温暖 跟他一点爱 我们不要他出去生前 麻烦是炸过麦芥 只要我们有一口气 我们就要把这个娃娃的病治好 我们就要把这个孩子 带在我们的身边 抚养他 把他的病治好 今年已经21岁的珊珊 因为脑垂体肿瘤 在17岁时 竟因为逆生长 缩小成了两岁婴儿的模样 多年前 珊珊的母亲黄雪茵 离婚后 就到了外地重建家庭 从此 珊珊与多病的父亲相依为名 艰难生活 就在珊珊不断缩小的时候 父亲又因为胃癌晚期 不幸去世 可是就在生活完全陷入绝境之事 不幸的珊珊 却又幸运的被年迈 而善良的旧公旧婆收养 如今珊珊已经恢复到八岁的模样 今天 珊珊的旧公王世贵 旧婆胡舒华 带着医生的叮嘱 来到告白的舞台 希望珊珊的妈妈黄雪茵 能放假过往 尝去看看珊珊 给病重的珊珊 一份普通的母爱 并承诺 绝不允珊珊妈妈一分钱 挥尽全力为珊珊遗址 那么 多年为此谋面 一直回避旧公旧婆 寻找的黄泉英 会来到现场 接受王世贵 胡舒华的告白吗 其实这是一种很卑微的要求了 我们不知道这位母亲是不是能够来到现场 来请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好 来问一下 王叔叔 如果她的妈妈今天要是没来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如果以后她再看到这个电视 希望她能够到一个常常来看看这个孩子 跟她一点不不爱 只要我们在 我们就会养这个孩子 不会跟她带来包袱 所以说我在这里求她了 跟她聚功 如果妈妈来了 想要把珊珊带走呢 如果说酸酸 愿意跟她妈妈走 我们也同意她 尊重酸酸的意见 总而言之你对珊珊的爱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对 没有要求 谢谢你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曲子 人温柯 人有 倒是掌心的 软泪哭 牛公牛棚 半生子 牛公牛棚 牛棚我只要你想我不要妈妈 月儿 记忆中的小脚牙 绕顿顿的小鞋 真流浪 一生一样 一定要和他 救你救我 救你救我 救你救花 救你救花 这是谁啊 这是我家设计 陈羽川 哎呦比身份证上的证件照长的漂亮多了 来来到这来到这来 来来到这来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今年二十岁 你刚刚进来的时候 你说什么来着 你说不要 我不要妈妈 我只要我就跑 你不希望妈妈来看你 希望 为什么呢 妈妈来看你不好吗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深深出来 说的那几句话 我们听了之后 其实感觉心里特别纤纯 因为我们也从小 看到他长大 也觉得他太可怜 人家没有小孩的 一个美好的童年 一直都是一个 别的一个童年的 无一无口的 这哪像个二十岁的姑娘 真像个小孩 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的一种倦 让他停留在这个世界 忘却所有的那些的烦恼 救公救婆对你好吗 好 在我生病的时候救了我一命 然后还花钱养我 照顾我 带我看病 那你能为救公救婆做点什么吗 平时 洗衣服 你会洗衣服 小弟 会做饭吗 我会 我以后可以照顾他们 孝顺他们 珊珊香 珊珊要向旧公旧婆告白 是吧 要有话向旧公旧婆说 是吗 那接下来咱就好好说 好吗 来你站这来 来 旧公旧婆站在那个圆圈里 好 接下来是珊珊的告白时间 救公旧婆 谢谢你们 在我生病的时候 救了我一命 谢谢你们 本来日子过得挺不容易 还要花钱养我 照顾我 还带我去看病 花大把大把的钱 给我买药 到现在 也没有停 你们宁愿亏待自己 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谢谢你们 在我爸爸走了以后 我妈妈都不要我了 你们还愿意照顾我 不嫌弃我 我没有读过书 也不会说话 但是我希望你们 晓得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妈妈 以前我生病的时候 是你们救了我 给我治病 我才慢慢长大 慢慢懂事 没有你们 我可早就死了 你们不要给我找妈妈了 我不要她 我这辈子只和你们在一起 永远 以后我会照顾你们 消失你们 在我眼前